香港疫情持续于半年 各行各业均受冲击 拍卖业也不例外 保利香港拍卖公司珠宝级商品部主管 石思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疫情下奢侈品行业普遍经营困难 公司原定于3月的春季拍卖 一再延迟至7月举行 在春拍中也取消了古董书画拍卖专场 因为这类拍品的藏家 倾向于看到食物才购买 但香港仍实行强制简易政策 外地来香港较为麻烦 石思认为现实经济走势不明朗 买家也只能量力而行 公司春拍出售的产品已经大大减少 成交额会有所下滑 但是成交率于八成出乎意料 石思分析在疫情造成的不稳定经济环境中 高净值客户或许更倾向于 在价值相对稳定的名贵拍卖品上投资 总而言是一定有差距的 因为我今季收的金牙本身 就是收了差不多9千多万一亿左右 但是最后拍出来的成交额大概 珠宝来说都有差不多7千几百千万 当时是差不多拿了3亿左右的 最后的成交是大概1亿5 所以50%左右 但是今次7月的ratio是高了很多 香港某艺术平台曾总结 即使受疫情影响 2020年至今苏富比、加世德、富一斯三大国际拍卖行的总成交额 仍旧达到54.8亿港元 石思说疫情下香港拍卖行都开始尝试新的策略 将拍卖从线下逐步转到线上 保利香港在做一个线上珠宝交易平台 还计划在10月和保利北京做联合拍卖 将香港拍品运送至北京 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增加成交率 行业中也有人利用VR技术拍摄视频 以展示主宝细节 其实我们已经做着一个online的platform 当然北京做着一些online的网站 和小程序等等的 这些都是已经上线着了 我们已经每一个月有不同的部门 每一天都有网上的拍卖 而成交率都是不错的 当然网上的拍卖暂时来说 都是以金马小的拍品为主 但是我觉得以后这个趋势会慢慢变 视私坚信将来拍卖行 必然会迎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时代 意境中恰恰是一个探索多元策略的机会